你好 欢迎收看5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县议会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的议程 县议员郑宝秀他针对了日前台九县梳花公路上 大清水明隧道发生了火警 而救灾的时候没有防毒面具给益销人员当作防护 他请消防局要增添设备一例救灾工作可以顺利 另外他还针对了新秀消防分队人力不足的问题 也请消防局在秀林乡增设一个消防分队 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县议郑宝秀表示日前发生一期台九县大清水明隧道火警意外事件 由于前来打火的易消门并没有发配到防毒面具 影响到打火的工作 县议郑宝秀则要求消防局能够填够设备 让前来救火的易消门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警消人也都很辛苦 尤其在灾难的时候 那因为那个别的地方比较不清楚 因为我是新秀显出的艺人 所以我对新秀比较了解 而且三难三域的事故都是在秀林乡 所以我就特别对这个新秀分队有点 而且你看他有113件 真的是全23分队里面最多的 那他们因为配备不足 就像5月14号那一天 民隧道发生火警 他们配备不足 所以他们好像都有一点小中毒 吃了药也喝了很多天的牛奶 那我是希望消防局能够 运营嚣都是无几职的 能够帮配备给他们 配处给他们 让他们就是后顾之疑 不然他们无几职 然后拼命地去救灾救火 然后说真的我觉得蛮幸福的 所以我为我们的义营们能够请命 然后亦我们的警消 真的他们人缘不足 所以上班的时候 這部車子出家就都沒人了 是希望能夠配備主義一點的他們 因為新秀分隊說起來真的 他叫新秀分隊 但是他的住址在新城鄉 所以他也沒有3D家族 但是他90%的救災救難都是在 因為他管到河灣山去 都是在旭林鄉 所以我覺得對新秀分隊這樣子有一點不公平 是不是如果可行的話 就把增加一個對 或是說把新秀分隊現在旁邊而已 就是變新秀分隊 因為新秀分隊跟修林鄉是交接嘛 富士那個地方 他也可以管 可以幫忙到整個那個新秀 那個新秀村跟那個孫岸村沒有差 我是覺得對他們警銷人員來講 可能比較好一點 不然是爹娘都不愛 因為在新秀分鄉 修林鄉的企業也不管 然後鄉公所也不管 我是覺得這樣有私公平 鄉公所表示修林鄉不會遼闊 單單一個新秀分隊是不夠的 也希望下方期 在修林鄉設置一個分隊 來保障村民的生命產安全 守護美麗的新城鄉和修林鄉的鄉親 記得喜歡和收藏